好,那我今天这个题目叫ADHD提升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策略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享 好,我在这里再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金本正义,其实金本正义这个名字也很ADHD 我为大家讲一下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当时注册一个百度的账号,我记得 然后随便起一个名字叫一本正经,发现被注册了 所以我只能改一下顺序 我想把这个几个字给它完全颠倒过来 其实完全颠倒过来应该是金正本一是吧 但是我这个比较粗心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直比较粗心 总之把这个就搞得跌三倒四 刚好叫金本正义,听起来还朗朗上口 还导致很多人觉得这是个日本名字 总之这个名字喊ADHD 现在如果再有人问我就是日本人来的 我告诉他们,我都希望你空进到阿里巴西 我不是日本人,翻成一条中文的话 我记得有一本书叫ADHD 注意力烈,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年自媒体兴起了 我也开始搞自媒体,我觉得ADHD还是比较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 总之我这些年在做自媒体吧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ADHD的经历 就是0到14岁,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 学东西都特别快,脑瓜比较机灵 但是10到14岁这个时候就课业,学习需要用到一些注意力了 就明显有些吃紧了 就是想集中注意力,但是发现集中不起来 就给我造成很多的痛苦 我觉得我逐渐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小孩 现在来想,我觉得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逃避吧 我不愿意面对是我自己集中不起注意力 我更想给人留下一种顽皮的印象 就是说这个人他还是挺聪明的,他只是不愿意学 然后到大学考了个普通二文学校 然后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静下心来去学一些东西 我只能学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但是通常又跟这些课业无关 所以导致越来越迷茫 我记得我看罗永浩当时推荐一本书 叫《分心不是我的错》 他说它是ADHD 当我去读那本书的时候 我在做一个测评 我发现这不就是我吗?原来我是ADHD 我刚才看到有人留言说能具体讲一下上课的状态 我觉得我一直在假装听讲 我特别会假装听讲 然后我就一边看着老师一边点头一边微笑 一边思绪就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开始思考自己很多事情了 总之我很早就会假装认真听讲 认真做笔记了 但我从来不做笔记 经过社会独打 然后你可以被社会所规训 也可以去发现自己独特的优势 所以我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发现自己独特的优势 我觉得我算是认可自己的这些优势 所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019年底我刚好当时在武汉 刚回到青岛 我家是青岛 然后去感觉也是发烧 我觉得自己可能感染新冠了 也确实是被封了 总之我感觉我要挂掉 大年三十那天 我就想我如果这个生命到此结束 我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这一生的意义 就是在B站上做了几个视频 教大家做了很多PPT 这是我最大的贡献 所以我就在想这件事 如果我还能活下去 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想我要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总之那次疫情让我觉得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给大家创造这些贡献 所以说ADHD这种人还是比较真诚 比较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人 愿意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始终保持一颗同志的心 我觉得这是ADHD的一个典型的特征 你可以看那些ADHD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 我觉得无论多大都是一个比较真诚的小孩 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总之我想对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 所以我想做一些视频 做一些东西 可以看到这是我的B站 这是我的这个YouTube 总之我做这么一题 给大家分享很多一些教学 获得了很多的粉丝吧 但我做这些东西 我其实并没有觉得有多自豪 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摸鱼 其实回头可以给大家讲讲 做任何工作都可以体现出我ADHD 就是我一开始做这个号的时候 一开始粉丝增长特别快 但是一旦发现播放量不及一期 或者粉丝增长慢下来了 就焦虑了 ADHD的人确实是比较容易陷入反处思维 这个我相信大家肯定都有感触 这个想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我究竟哪里做的不好 所以很多ADHD都有冒充者综合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冒充者 自己不配拥有自己的一切 自己就是个骗子 有时候确实会陷入这种思维 这个我都经历了 ADHD有个好处就是随时能把握住新的机会 我自己做培训主要讲PPT培训 我培训了好多年有五六年之久 我自己才在网上讲过一门课 然后我上传到各个平台 包括上传到Udemy平台 然后现在是Udemy平台PPT播放量最高 所以他们觉得我的课程不错 然后2022年找我签约开始做课 总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做了这么多课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事 终于做成了一件事 所以有了自豪的事 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 包括我这平均一个月做一门课 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这里面确实不容易 ADHD的情绪经常是两极化 同心为敏 开心的时候非常开心 难过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大骗子 自己不配拥有自己的一切 这是我跟Udemy的人写邮件写的 ADHD有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 我相信很多人都体会到了 包括我记得罗永浩他也说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 就是不允许自己的东西有一些瑕疵 这是我4月30号做完一门Footoshop的课 然后我告诉Udemy的人 我说作为一个ADHD做这个项目对我说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我现在我做了一门让我自己非常骄傲的课程 我觉得我做的是非常好的 至少达到了我一个完美主义的标准 然后我告诉他 其实实际上我要实现完美主义和完成任务之间的平衡是很难的 尤其做一个ADHD 这个真的很难 包括我今天做这个PPT 我觉得我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一直在实现这个动态的调整 实现完美主义跟完成任务之间的平衡 当然这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筝 会经常错过deadland 经常有人说deadland是第一生产力 我觉得对ADHD来说太对了 所以如果你想提高生产力的话 要不断的给自己设置各种deadland 跟人一定要约好时间 但是偶尔没办法 这个完美主义一上来 比如说我做了一门课程 我觉得还不够好 所以会错过一些deadland 所以这也是我跟Udemy的交流 他们责怪我错过了deadland 我一开始跟他们说我不允许我的课不完美 他们言辞很激烈 然后我就说我承担所有的责任 不就是没有钱吗 对吧 没关系 我说It's all my fault I'm missing the deadline or cross submission and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that 我完全承担我的责任 所以如果要充分采放自己的潜力 肯定是外区跟内区相结合 就可以扩大最大的生产力 我觉得那个疫情让我有了内区力 让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的事 不能这一辈子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然后跟这个社会产生一些协作 不断签订各种deadland 试试各种deadland 会保证我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跟ADHD共处的这些日子力 我是怎么从迷茫 变成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能力 先来讲这第一大部分 ADHD的三大超能力 是哪三大超能力呢 分别是超强的专注力 第二是超强的创造力 第三是超强的共情能力 如果说几年前让我 就是有人告诉我 你有这些超能力 我是不相信的 我注意力缺失 然后我创造力 我觉得我一直是 这个我觉得我还承认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三有超强共情力 我也不太相信 因为有的人老是说我是情商太低 或者说我怎么这么冷漠 总之跟我的认识不大一样 但是经过这些年自我学习 我说的这一切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并不是我在这胡说胡说胡说 都是我读了一些书 发现有这些能力 好咱们首先来看这里面的脑科学原理 大脑有非常多的网络 主要是有这三大网络 首先有个默认网络 你认为你说你刷个具放松 或者说你干任何事情放松 实际上你大脑并没有放松 它时时刻刻在运转 就是当你什么事不做的时候 你的大脑就会切换到默认网络 比如说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 经常有人说在洗澡的时候 在散步的时候会很有创意 实际上就是开启了这个默认的 默认网络会对你大脑的信息 进行一些整理 进行这个mind wondering 对吧 会有很多的创造力 然后是中央执行网络 就当你要做一件事 比如说我要解这个题 要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 或者怎样 这都是中央执行网络在起作用 就是要切换到专注状态 通常这两种网络是不适共存的 尤其在普通人 非ADHD的人 他们是来回进行切换的 是哪个管着这两种网络的切换 还有一个凸显网络 这个凸显网络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开关 他可以掰到这边也可以掰到这边 掰到这边就是切换到默认网络 暂时把中央执行网络给关闭 然后掰到这边就是中央执行网络开启 然后这个发散思维就暂时结束了 现在要集中几个任务 我们要做解这道题的任务 或者我们老板给我们派了一个很不聊的工作 但是既然下来了我就要去执行他 所以我要给他掰过来 正常人的这个凸显网络非常好 切换过来 就直接把这个给关掉 直接切换到这个中央执行网络就可以 但是ADHD的这个网络 这个开弯不大好使 切换很难 要他非常感兴趣 他才会切换 那他不感兴趣 他就一直待在这个默认网络 所以做事就三心二意 根本就没有集中注意力在解决这件事 所以就会注意力缺失嘛 但实际上他确实是可以给他掰过来的 除非他非常非常感兴趣 这件事对他非常重要 他会果断的给他掰过来 但是通常我们身边 我觉得80%是都不值得 我们去掰过来 对ADHD的人都不值得我们去 去掰过来 去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些事 我觉得只有20%是值得我们去做 所以ADHD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要学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英文叫HELL YES 非常非常想要做的事 然后其他事都外包出去 ADHD的人一旦遇到HELL YES的事 这个事非我莫属 这个事是我的使命 我觉得我要做这么多课程 把我会的这些东西都交出去 这是我的使命 所以这个事就会让我非常兴奋 然后这个凸显网络就一下子就能够掰过来 包括我现在在讲的东西 我现在也是非常专注的 一旦你这凸显网络给你掰过来 让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专注 这有个专业的词叫做hyperfocus 如果你在网上查的话 这种hyperfocus从医学上来解释 其实还是一种ADHD的这个缺陷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你处于hyperfocus状态 你处于超级聚焦状态 一般人达不到的那种聚焦状态 实际上是有副作用的 就是副作用你可能觉得很累啊 或者你想切换到其他的任务 切换不出来因为你进去了 你又想解决这个事 你现在就想解决这个事 所以这是超强专注力hyperfocus 在这里我想用一个这个人物啊 鹰木花道 他有时候会处于这种超级专注力的状态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动漫 这个灌篮高手 这个动漫大家没看过 但是2023年吧 有个电影上映了 就是这个灌篮高手的大电影 全国决赛上映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里面有个人叫鹰木花道 他80%状态都是处于乐呵呵 傻呵呵的状态 这个眼睛是一个大白眼 黑眼珠是一个点 傻呵呵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种状态 大部分时间他会处于这种状态 但是他一旦认真起来 这个他就是决定球场的X因素了 有个电影台词叫做我认真起来 连我自己都怕 不要激怒我 不要让我转到这种状态 我会无所不能的 下面我要说一下这个hyper focus状态 大家可以看一下文字 知道ADHD看起来很痛苦 我还是夹着这种文字 因为我怕我搞错 所以我只能复制粘贴 hyper focus是指在某项活动或任务 集中注意力并长时间持续的状态 这种现象常见于患有注意力缺陷 多动障碍的人群 也就是我们ADHD的人群 尽管ADHD的主要特征是 注意力分散和容易分心 但hyper focus是另一个极端 在hyper focus状态 个体能够长时间专注于某一个任务 几乎排除外界所有的干扰 这种专注可以持续数小时 甚至超出通常的时间感觉 你说这不是超能力 这是啥 hyper focus通常发生在那些 在对个体有强烈吸引力 或有兴趣的任务上 例如有人可能在玩游戏 在绘画在编程 在研究某个课题 或者进入阅读状态 都可能进入这种hyper focus状态 我现在是越来越能体会到 进入这种hyper focus状态 我觉得我现在就处于hyper focus状态 非常的专注 非常愿意把我知道这一切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 我会非常开心 因为这绝对会对你有用 进入hyper focus状态 你的生产力会爆表 你的能量超过你想象的 所以最重要的 要进入hyper focus状态 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事 最最感兴趣 最最有意义的事 从长远上来看 你说感兴趣的事有很多 对吧 打碗游戏感兴趣 刷牙手机感兴趣 听一下郭德纲相声也感兴趣 但是还有一个维度就是这个意义 我记得罗祥曾经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关于读书 你读书挺快乐的 你听相声也挺快乐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给你的后代留下一点经验 这两种快乐你会推荐哪一种快乐 你肯定会推荐后一种快乐 因为后一种快乐 是作为人的属性的一种快乐 所以要进入hyper focus状态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使命 这件事不给钱我也愿意做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使命 我愿意做这个事 所以很容易进入这种hyper focus状态 认真起来连我自己都怕 对吧 这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 那个柯景腾说的一句话 对吧 这个电影也挺有意思的 那个电影的男主角 他上学的时候成绩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因为习惯这个女生 要陪他一起读书 所以他成绩变得很好了 甚至比这个女生都好 我认真起来连我自己都怕 对吧 真的是认真起来连我自己都怕 一旦进入到这种hyper focus状态 我告诉你 你就是无敌的 就不是说有什么分心了 不需要一切咖啡因 不需要睡眠 我感觉我第一次有这种体验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给老师做PVT 吴老师要参加一个课件大赛 然后找到了我 然后说让我帮他做课件设计 然后我说这个事你得找计算机系的 我说那这玩意儿不是计算机的吗 吴老师说我的审美比较好 这个立刻给我点燃了 我说那我一定要学好PVT 我一定要给我老师做课件 去参加比赛去拿大奖 3天72个小时 我觉得我的睡眠肯定不超过五六个小时 我一天到晚都在搞PVT 那个PVT就一直开 那个PVT显示编辑时间就70个小时 最后确实拿了个全国二等奖 然后让我非常不满意 我说不应该拿全国一等奖 当然后来仔细讲讲自己还是有做的不足的地方 所以再重新修改 再上路 最后还是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所以认真起来 真的这个hyper focus是很可怕的 问题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是 你一定要知道你有这种超能力 一定要找到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事 找到自己的使命 我相信你们肯定以前体验过这种状态 我以前看书说 买一种测脑电波的东西可以测专注力 他的测验是告诉你 你练习冥想一段时间 对ADHD的人是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些专注力的 我当时是为了测验我的这个练习冥想的结果 我买了那种设备 让我非常郁闷的是 我的专注力确实非常一般 我的平均专注力只有百分之二三十 非常非常低 我一个朋友他带上那个东西测 他平均是在百分之七十的专注力 但是这里面我发现了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他最高的专注力也就能达到百分之九十 但我最高的专注力能够报表 能够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百 所以我知道我如果进入到这种状态的话 这个专注力是要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这种专注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个凸显网络 不那么好使 或者说他非常顿 他要不然让你处于非常分心的状态 随时准备好走神 要不然就给你处于非常非常专注的状态 你怎么也掰不回来 所以我想到的一句歌词特别好 能够说明这种状态 I'm a Porsche without no brakes 我是一辆没有刹车的保时捷 如果说我们ADHD的人是一辆车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辆非常高性能的跑车 只是我们平时行驶在上下班通勤的路上 并不需要这么好的车 反而坐着也不舒服 行驶在普通路上 你需要经常点刹车 经常切换状态 但是一旦要进入高速公路 一脚一门踩到底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 找到自己的使命去不断做事 让自己越来越多的处于hyperfox状态 就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其实有很多ADHD的名人 他们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 他们认为自己都是有优势 所以我们必须要切换到这种状态 认为自己这是优势 这不是病 因为你会非常容易的知道 你对哪些事情不感兴趣 你对哪些事情超级有兴趣 你什么事情能够进入到这种状态 第二种超能力 就是超强的创造力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会 为什么ADHD的人共有创意 普遍共有创意 是因为ADHD的人默认网络 通常它是成开的状态 普通人是有创意的时候 他会切换到默认状态 才会出现一些创意 但是对ADHD的人来说 实时处于这种状态 所以你一直有创造力 你在专注的时候共有创造力 这个就很神奇了 另外ADHD的人做事情 肯定是要想共有创意的方向去做 不愿意英雄守旧 不愿意做成父的工作 我不愿意做那些 我觉得很容易被别人取代的事 甚至我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老板 我说这个我不想做 其实你反而认真的坦诚的沟通 会解决很多问题 并不是说你这个人多个性了 多反叛 我只是真诚的告诉他 我不愿意做一些事 但我愿意干另一些事 而且这些事我会干的非常好 真诚的沟通永远是最好的策略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有这个品质 就是真诚的跟人沟通 之前读达芬奇的自传的时候 就能够深刻的感受到达芬奇是一个ADHD 达芬奇一生创作了只有15件作品 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记得25岁创业创业 5年到他30岁的时候 一共接了5个活 5个活一个没干成 所以达芬奇经常郁闷在他的小本本上 他留下了7000多页的达芬奇笔记 这7000多个笔记 其中有一页写着达芬奇 你告诉我 你究竟做成过啥 告诉我 挺逗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ADHD ADHD就是非常有创造理 他时时刻刻在思考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搞一个小本本 随时记录一下自己的各种想法 说不定哪一天你翻起来会觉得特别有启发 然后在这里我再给大家放两个人 一个是达利 一个是爱迪生 这个是我以前在科学上学的 learn how to learn 学习如何学习 他分享了两个人是如何提高自己创意的 达利和爱迪生 实际上从脑科学角度来解释 就是把自己处于这种默认状态 他俩都会手拿一个东西 好像达利是拿一把钥匙 爱迪生是拿一个球 具体这两个人拿了什么我也忘了 总之他俩都喜欢拿一个东西 然后自己在这睡觉 在睡觉 在睡觉的时候 会切换到这种默认的网络 但是由于他手里拿东西 他会啪下掉下来 所以他会捕捉那一瞬间的灵感 达利他以前说过 他所有的话都是在睡梦中完成的 其实他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把自己调整到 供有创造力的默认网络 然后把收益的东西掉下来 他在这个状态下去捕捕那些灵感 但是ADHD的人 你随时就拥有这些天才们所拥有的创造力 因为你这个东西是常开的 对吧 爱因斯坦说过这个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知识是有界限的 想象力是可以围绕整个世界 如果你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的话 确实可以拥有非常成功的人生 接下来第三个优势 下一个优势 ADHD的超强同理心 你可能也不相信你有超强同理心 也许隐隐约感觉 对我确实有同理心 但是很多人说我很冷漠 对吧 我对事情不关心 我确实对很多事情都不关心 我怎么能有那么强的同理心 但实际上确实缺少普通的一些同理心 但是你更有更深从此的同理心 更好的同理心 我就想到这一话 对爱情的渴望 对知识的渴求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这三种纯洁 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这是罗素说的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我就有可能很多ADHD的人都有 所以很多ADHD的人大部分都是赤子之心 怀着一颗赤子之心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同理心 还是因为默认网络常开 对吧 默认网络还在我们反思个人偏好信仰价值观感受 能力和身体属性以及参与个人道德困境时候会被激活 所以我可能宗子可能也有ADHD对吧 宗子每日三醒无声 ADHD确实每日三醒无声 这里三肯定是多的意思 每时每刻都在反思 就是如果你想的不那么多 想都很积极的话 这确实是ADHD很有反思能力 他会参与很多关于许多正面的人类的属性 也就是说你会变得很有圣母心 很有这种圣人的心 当然现在圣母心好像是一个贬义词 但是你确实会想一些很高道德标准的一些事情 你会去思考这些事情 同时你也会想一些不跟人类属性 那么高价值观方面的一些东西 你也会去想身边很多事情 默认网络会大量的涉及评估他人 试图弄清别人在想什么 我觉得ADHD非常容易理解这句话 以及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有没有 这就是反处思维 实际上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默认网络 就是当你在思考不同的 在反思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是运用大脑不同的部位的 在这里我们也不去细讲 只是告诉大家 有时候你会思考一些人性 一些人类高级属性的事 有时候会想一些身边鸡毛蒜皮小事 这个人他在想什么 以及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而且ADHD一个超强同理性 如果说对个人而言 对吧 你能够和别人建立这种共情 我们会重新体验记忆并想象未来 甚至能够模拟内部心理状态 以便我们能够共情合作 如果当你在乎的时候 你会真正的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所以我在群里有时候看到人们说 我是个老好人 我以前也是个老好人 我真的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 您肯自己吃亏一点对吧 也要让别人好一点 很难拒绝别人 也挺累的 这就需要后天你去认识这种状态 我们要早日出来 我们必须训练自己被讨厌的勇气 就是有一些事情别人找过来了 我们可以拒绝的 你要去想明白你更大的使命是什么 总体来讲ADHD是对人类以及对个人 都可以建立非常强的同理心的 既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又保持和别人这种共情能力 所以我能够理解君子之交淡如水 就是我经常觉得我只要跟一个人聊几句天 一个小时的天甚至不到 就是朋友 这个我老婆可能不是很理解 或者是很多人不是很理解 但是我告诉他就是这样子 我很多朋友都是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 而且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 实际上就是你真诚的在跟别人共情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我认识他不到一个月他刚好结婚 我就是他的伴郎 我之前还跟他说过 我说感谢你这么多年帮过我很多 就是当我觉得我不配他给我这么多帮助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说你咱们俩认识一个月 你就是我的伴郎 你没想过为什么 对吧 实际上就是他认识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或者说ADHD的人 通常来说是很真诚的 是可以利用自己这种超强的同理心 来做一些很真诚的事来打动别人 好这个说了有点啰嗦了 咱们继续往下 ADHD的工作和生活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策略 前两天好像跟蘑菇聊过这个千变英雄 对吧 千变英雄是一个很好的书 坎贝尔说这个神话中的英雄 实际上只有一个 那些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神话中的英雄 尽管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但实际上乃是同一个英雄 被不同的文化赋予的千差万别的面貌而已 你看到那么多的英雄 实际上他们的英雄之路大概率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说 ADHD它是一种特质 和大部分成功人士的英雄之路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坎贝尔总结了那一条英雄之路非常取得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达克效应的这样一个路线图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 一开始当你学一个事情 而且学的挺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自信度超高 我自己超牛的 我超牛的 所以你会看不起那些人说 你们花那么长时间才这样 我现在就很牛了 攻击辱骂那些 也毕竟攻击辱骂 至少也会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但是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 遇到问题越来越多 你会自信逐渐崩塌 就觉得他们还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已经不行了 所以要有成长心态 就是当自信崩塌的时候退出 那么这就是一次失败 但是你还可以在绝望之骨的时候 在自己知道了自己不知道的事 一开始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盲目自信 后来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 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圈 对吧 你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圈 你就知道自己越无知 因为你的边界越来越大了 你这个语言越来越大了 你接触到无知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你知道自己哪些东西是不知道的 所以自信经常会崩塌的 崩塌就处于绝望之骨 所以要慢慢的进入开悟之坡 你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精进 不断的去练习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知道自己知道 然后一直到最后成为大师阶段 你会不知道自己知道 就是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从来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 你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特质的人 普通人 ADHD的人 或者说有其他特性的人 在这些过程当中 要做的大部分的事也都是相同的 无论是ADHD的书 还是看一些什么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 我发现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这几种 阅读 对吧 阅读是最低成本的 获取知识的 可能很多人 可能很多ADHD的人说 我ADHD经常扮着阅读困难症 对吧 我这阅读我更喜欢听 听也是一种阅读 可以想都是获取知识 对吧 我之前一直认为自己一年只能读几本书 但是后来我调整到一种状态 我一周必须让自己读一本书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非常容易实现 你只要把它变成习惯 一天拿出一个小时来读书 一个星期有7个小时 你大概率是可以读完一本书 所以平均起来一年读50多本书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ADHD的人 或者说所有的人在走这条一用行之路 都有的共同的解决方案 读书 冥想也是很多人都在推荐的 对吧 我也练过 带着这个Apple Watch冥想 包括我在工作前5分钟 我会进行一个冥想 冥想很有意思 在这里可能时间没有时间讲太多了 总之呼吸是既受我们意识控制 又不受意识控制 所以可以通过它来锻炼这种正念 就是自己能够觉察自己 我知道ADHD经常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会陷入到一些情绪当中 这个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处于一种正面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会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来看自己 比如说我跟我老婆拌了一句嘴 哎呦又想太多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正念的状态就是说 这是ADHD搞的小把戏哦 说你不要进入境区 当你这么一想就立刻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本正念奇迹的书 讲的特别好 大家可以去练习一下冥想和正念 还有运动 运动是ADHD 普通人都要进行运动 我要求自己每周必须进行三次运动 至少三次 这个很多ADHD的书都讲过这个问题 运动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好 让我们更专注 好 当然还有一个睡眠 我知道ADHD的人经常会睡眠不好 对吧 不是经常不自律 经常睡得很晚 因为我喜欢跟别人岔开时间 我不喜欢与这个世界同步 我特别烦别人打扰到我 所以什么时间能够不被打扰呢 那就是晚睡 我经常晚上两点睡觉 这时候就是到12点的时候 我经历特别充沛 12点的时候我就进入到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因为我知道我确定不会被人打扰 但是这明显很不健康 所以我结婚之后跟我老婆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想这种状态肯定要结束 所以我现在调整到一种更健康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会早睡早起 我只能说闹钟是5点半的闹钟 我会尽量早起跟人岔开这个时间 对吧早起5点半没人打扰到 所以我工作到9点的时候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 已经可以跟这个世界同步了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信息了 读书阅读冥想运动睡眠是ADHD和普通人 80%你要走这条成功之路 英行之路都会通常使用的这些策略 ADHD的人也不例外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这些还没有做到的话 可以去实践 ADHD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同伴 你工作可以找一个同伴 哪怕这个同伴跟你做不一样的事 但是有人在身边你的生产率效率通常会更高 我甚至看到国外有一些APP 有一些服务提供给ADHD的人相互提供陪伴 那我这样睡眠就自然处于那种陪伴状态 所以就自然就把这个坏习惯给改掉了 那么在这条英行之旅上 还有一些策略的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同的英行人物 他的经验是不一样的 ADHD也是这些游戏角色的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的大招都不一样 如果说平时打一些小怪 那些策略足够应付了 所以ADHD的人也要充分的意识到自己的绝招 大家要不断的去发掘了 或者说用我们ADHD通用的那些绝招 这个超强专注力 超强创造力 超强同理心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特质 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叫真实的幸福 这个是马丁赛里格曼 积极心理学之父 然后这本书当中就讲了优势 每个人要想进入到新流状态 要想达到生产力最高 一定要去利用自己的优势 他列举了24项优势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找出自己的5项优势 赛里格曼有个好朋友 就是那个新流之父 他说要进入新流状态非常简单 就是在工作当中利用自己的优势 不断的实现一些自己能顾得着的小挑战 然后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新流状态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出自己的5项优势 ADHD通用的肯定有创造性有好奇心 对吧 其他的也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不断的将这些优势进行组合 然后去做这样的工作 在工作当中不断给自己设置挑战 设置一些挑战 都跟这个社会协作创造一些deadline 简单来说就是找到优势设置挑战 然后你就可以释放自己的无限潜力了 在这里我也分享一个 从来没被确诊过ADHD的人 但是你读他的经历 你会发现他肯定是ADHD 范思寂寞 应该是现在好莱坞最著名的配乐的人 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些配乐都是非常厉害的电影 才能找他去做配乐 而且他不一定有档期他会拒绝 他是一个典型的ADHD实际上 而且他是那种非常多动的 会打扰到别人的那种ADHD 不是那种安静的ADHD 他上学被开除过5次 在前途一片灰暗当中他找到了音乐 他在音乐当中他会完全成其中 所以他现在成了这个好莱坞现在最牛的配乐人 非常有创意他的音乐都非常带劲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好最后我们来推荐一些ADHD的一些APP 一些图书 好很快的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首先我给大家推荐几个APP 首先我最推荐的就是XGBT 我们这一代在未来几年肯定会见证AGI时代 对吧人工智能全面超过人类 我觉得这对ADHD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 帮我们做一些我们不感兴趣的事 我们不擅长的事 比如说他会规划日程 我这个以前在群里分享不过 你只要把这个任务 哪怕你结个图未给XGBT 你告诉他帮我做一个时间规划 对吧我从几点到几点要完成这些任务 帮我做个规划 他会立刻给你一个规划 你不满意的刷新一下 你觉得这个挺满意的 那么你把它利用苹果日历 对吧复制粘贴进来 实时给你一个提示 这就是日程规划 就这么简单 拆解任务不会拆解 挺复杂的 也让他帮忙拆解 对吧我有时候做课程 我觉得拆的部分不是那么完美 我会把这个任务再交给他 再让他帮我拆解一下 拆解的特别好 总结文章 有时候我们ADHD经常会没有耐心 觉得这个人讲的无聊 我不如看一个解说 那么我会让他拆解帮我总结一下 来节省大量的时间 包括我英文没那么好 让他帮我写英文邮件 我经常这样写提示词 忽略所有的礼节 我想保持这个邮件的简洁 我觉得XGBT写东西太啰嗦了 但是由于我对这文化不够了解 所以导致有一次对方很生气 我都不知道对方生气在哪里 对我颜色非常激烈 然后我就拿给我一个英文特别好的朋友 说这个他怎么生气了呢 你这写的邮件太无理了 所以在这里写邮件的时候 让他帮我写信息写邮件写东西的时候 不要写忽略所有的理解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XGBT可以帮你做心理咨询 这个我以前晒过 在这个群里晒过 我让他用误普思维帮我做一个心理咨询 他真的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 我咨询的特别好 就是总之用误普思维帮我一步步找 找到我要做的事 然后给我做一个总结 然后Nution Nution可以帮我创建可视化的东西 创建看板 让这个任务一目了然 清晰直观 ADHD会忘记自己的一些目标 忘记自己的一些东西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可视化 可视化非常重要 所以可以看到这是我的可视化 这是我的一个主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主页 我所有东西都是可视化的 而且可视化有个好处就是 一旦你真的去做了某一些事 你记住下来真的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比如说这是我今年读过的书 几乎每周读一本 然后还可以用这种可视化的清单 当你做了这么多 你就不想再放弃了 当然实际上我这个习惯已经很久了 包括看电影都可以可视化 包括我的锻炼也是可视化 平均至少我可以说平均达到了一周三四 我觉得打开Nution还是太费劲了 我还自己打印了一个东西 实时让自己这个目标可视化 然后对我最有用的就是最简单的东西 就是苹果实际上就可以了 我用在什么低搭清单 还是国外的一些东西都觉得太复杂了 还是简单一点好 我每天就做三只青蛙 然后其他的事确实还有一些可以收藏的地方 但我大概率就会每日只给自己设置三个要完成的事 而且三只青蛙的理论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找到 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管理的方式 就是你每天做自己最重要的 必须要做的这个事 我会给自己按照三只青蛙的原则来设置一些三个任务 我一定会完成的任务 我先做这些任务 其他杂事的话我会有什么杂事我会记录下来 包括要看什么视频 要学习什么东西 要采购什么东西 我会加入采购的鞋在里面 我会星期天是我的采购日 星期天我觉得我还想买这东西 我会把这个清单给他结束掉 然后日历 刚才讲了用拆GT给你规划好了 你在日历里做一个提醒 我会主动去看一下日历 我要做什么事 包括日历可以帮我记录一下西蒙华友的生日 这是我维系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会给朋友送上祝福生日祝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技巧 你也可以跟身边的人协作 比如说我老婆弄了个买了音乐会的门票 然后他会写一个清单 然后跟我共享 我接受他又会加入我的日历里 我的日历其实实际上并没有排的很晚 对吧 并不像大忙人马斯克那样5分钟一个单位 对吧 我的可操作性很强的 可调整性很强的 我不会把自己排的太慢 除非进入知道 hyperfox状态 但那时候就不管这些了 那时候就不管这些东西了 这个就要集中完成一个任务了 其他就跟我无关了 包括今天的这个会议 我也会加入到我的日历里 然后这个多灵国打卡 这个是一个锻炼大脑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一个理论 就是你如果多会几门语言 你大概率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 阿尔兹喊莫证 对吧 所以我经常利用我上厕所的时间 学多灵国 我学了十几门语言 我学了日语 学了还挺熟练的 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脑 然后快捷指令对吧 苹果的一些快捷指令 包括其他的一些软件 安卓系统的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一些重复的东西 你想能不能用一些APP 来帮我们自动化 比如说我打开一个APP 需要一些特殊的网络 对吧 他就可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自动的打开 节省很多时间 然后自动的换我苹果手表表盘 会做一些很多自动的事 然后最好用的是什么呢 最好用的是这个专注模式 我每天9点 就是在大部分人工作时候 在9点到11点我会把手机调成专注模式 专注模式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收不到 我也很早就告诉别人了 就是你如果有急事的话 给我打两遍电话 打两遍电话 我是肯定可以收到的 然后有一些特定的联系人可以收到 但是微信我是绝对不会看的 包括很多东西我都不会看 因为我要保持专注 很多人可能说我的工作原因 我不能这样子 但实际上如果你做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话 你是要优先满足自己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管理理论 有个第二项线对吧 先做重要不紧急的事 如果你别人立刻给你一个任务 你立刻去做的话 你可能只是在反应 但是你不会失掉那些做重要不紧急的事 而重要不紧急的事 通常是跟自己的实名价值观想绑定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想象 重要不紧急的事通常都是这些事情 包括这个可以自动的在睡眠时候 进入勿扰模式 而且是全平台同步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些APP 我有很多状态 最常用的实际上是睡觉以及工作 所以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是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分心 但最好的时代 可以补足我们AD时期很多的短板 有一天我在群里写的一条ADHD的一个宣言 我自己写的 你有你的条例 我有我的混乱 你有一本书叫混乱 好像就是讲这个混乱并不一定是差的 你有你的条例 我有多混乱 你有你的效率 我有我的创意 你嘲笑我的心不在焉 我怜悯你的一成不变 对吧 我们可以进入hyperfocus状态 我们会变的 你说我der 对吧 我是ADHD der 我是ADHD 不要羞于承认这是ADHD 很多名人都ADHD代言 我经常关注理查德布兰森 他经常就出来 会ADHD说一些话 鼓励大家 我在这里最让我推荐的我觉得ADHD2.0 这本书我觉得是最新的ADHD的一些研究 总之这本书是我非常推荐的 中文名叫分心者的优势 最后一个非常好听的歌曲 Unstoppable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I'm a push with no breaks 好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分享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唤起大家超能力的状态 包括我的一些小技巧 可以弥补我们的一些短板 如果觉得我分享有一些讲的不对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大家看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